欢迎回到冠天下新闻 细止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最近是进行到了北山里康宁街141项这一带 其实里内的污水下水道好几年前就在进行了 不过做了半年包商倒了 一直拖到现在才又重新施工的 1号这点早上市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就前往现场关心施工状况 还有施工进度 希望能够如期在6月份完工 这里是细止北山里办公处附近 并且见管线挖埋的痕迹还在 上个月底污水下水道工程开始挖入施工 进行的是康宁街141项一带 社区就表示附近的污水道 假如在几年前就在做 不过社区这里却等好久 现在终于又动起来 对啊 等好几年了 我是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啊 那终于看到影子了啦 现在慢慢快要完成了 因为我们这次下水道 它的工程已经大概 输作大概三四年了 那因为中间牵涉到一个厂商倒闭 后来那个营建署再重新招标 那我们议定 今年度6月份之前 全部都要完成 因为我们整个薄油路 都坑坑洞洞 造成民众经过 都一直跟里长抱怨 1号上午一元抓零服务处 里长就到了现场 关心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主要是因为污水下水道施工 社区也担心复原的水沟和社区 闲接处如果不够密合 下雨滲水后果不堪设想 现场也请包商配合 工程也很辛苦啦 但是我们还是说 住户希望是说 他把我们本来挖出来的 一些比较跟地基有关系的地方 一定要补墙 一定要给它恢复到 比较接近原状 然后地震的时候 或者是有什么台风下雨啊 才不会进水啊 他那个地基是掏空 然后再灌那个水泥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 希望说施工单位他灌水泥的时候 一定要灌实际 然后确实做到那个陆基的保固的工作完善 北山里早在民国103年 就已经在做污水下水道 只是做了半年 保商倒了 才会一直拖到最近 才又进场施工 对交通环境都会造成影响 虽然污水下水道还是得做 这点李明倒是能够体谅 不过他们也希望这次别再拖 如期在六月完工 就陈慧玲细致采访报道